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低关极杠15G的操作视频 可以看一下两个电池板压之前 一个是电池板 还有两个电池板 拿手冲好电子电池板 电动切刀 装设电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头 这个刀头的话可以旋转350度 操作灵活方便 在剪切钢心铝角线之前 可以先把这个线板放入钢心铝角线 进行剪切 这样更加的方便 它的钢心铝角线 它的剪切范围是 1000平方 及1000平方以下 都可以适用 钢脚线是150平方 及150平方以下 都可以适用的 台中的铜锂电池 是在直径45毫米 及45毫米以下 都可以适用的 手上的这一款钢心铝角线 它是800平方 像我们一般剪切 这样的钢心铝角线 可以打开进行剪切 也可以从这里伸出 大家在剪切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这个位置不对 可以用手清一下 手动切压 这个刀片会自动退回 当剪切完整后 手按住这个自动 手动切压 使刀片 退回 自动退回